今天媒體稍微多一點點 我們被比較靠到我們的背板這邊來拍照 我們六月的TITO大台住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看齊 先從左邊開始看齊 來 這邊呢 左下角 今天真的是很多很多的 來自四面八方的好多的媒體朋友們來到現場 真的就是要來好好的介紹一下 我們的六月的TITO大台住 即將在好像在下一個月 六月現在有新的作品要推出 來 我們看正前方 好 同樣的 而在昨天晚上話題的作品已經推出了 在昨天晚上透過了網路正式的發表出 最新的這一支作品 待會兒也要來問問看我們的TITO大台住 還有哪裡需要補照片的嗎 讓我們知道一下好不好 OK 看來正前方還是很需要 正前方這麼多的相機 大家都還是需要補照片 好 來 我們右前方這邊也補幾個畫面 好不好 來 右前方這邊 來 接著我們右前方這邊 看起來又大 好 現場攝影大哥們 要不要讓我們知道一下 還有哪裡需要補照片的嗎 來 我們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需要補一下畫面 好 接下來還有在左前方 左前方這邊 來 我們從左邊開始 左邊 好 正中間 來 正中間 就在這個星期天 我們在台北小巨蛋 傑倫自己也說了 即便是傑倫 但是同樣的 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緊張 為我們帶來會是什麼樣精彩的演出 也要請大家繼續的鎖定 現在看美波網 同時 還有我們2016 屏東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 到最後一刻 我們即將會看到 結論會有帶來的壓軸演出 好